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黑频道,节目开始之前先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这是我后台的数据 能够看到订阅量减少了多少,然后收入是多少,在这里能够看到 也明白这些收入能够干什么 给大家看这些就是想 说什么呀,我现在做节目不再是为了赚钱了 就是想说自己的观点 我认准的事情,我现在我就实话实说 当然了,这么长时间了,两年来 最主要的一个事情还是一个俄罗斯的话题 俄乌战争 总是说什么领土扩张了,侵略了 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吧 也是一个大家需要补充的知识点 关于俄罗斯跟美国以及东欧,北约等等 90年啊,美国国务卿告诉戈尔巴乔夫,说北约将一英寸都不会扩展到东德以外 那些条件反射的指出 94年布达佩斯被忘录是无休止的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基础的人回应一下这个贝克的承诺 令人惊讶的是,布林肯现在毫不警告的表示乌克兰将成为北约成员国 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不会东扩 然后现在呢,要东扩到乌克兰了 谁背信弃义,谁不守承诺 将乌克兰加入北约就像在说 嘿,俄罗斯,让我们来一场全球紧张局势的友谊赛 看看谁先破解,多么天才的举动 我的意思是,当你可以赌第三次世界大战时 谁需要和平与稳定,对吧 从那个时候起,北约就已经是接收了17个国家 其中许多是前苏联的成员国 苏联于1991年12月26日解体 当苏联解体时,北约的使命也随之解体 使命完成了,现在北约多达33个国家 美国纳税人支付账单,看细节啊 美国纳税人支付账单 我们在世界各地已经有了750个军事基地 我们自己有足够多的问题,到处乱花钱 除了这里,中国将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我们需要关注太平洋,让欧洲管理北约 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卷入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这导致了二战的必要性 马歇尔计划重建了欧洲 以防止下一场战争是时候回家了 对哦,在这里我们得去思考一个问题了 这个北约它是干嘛的 北约是不是这个美苏冷战的产物啊 为了对抗苏联啊 美苏冷战几十年,剑巴奴章几十年 世界大战核战争一出即发的几十年 那么当苏联解体的时候 北约是不是就没有敌人了呀 没有敌人是不是就给他解散了呀 我们普通人是这么理解的 但是你要是站在一个既得利益阶层就看待问题 不对哦 就好像啊,这个游戏打完了 我这个账号满级了 废了呀 干嘛呀 不行不行不行 游戏得继续下去 得继续去寻找新的boss 必须去寻找新的敌人 不然这个游戏通关了 玩家就不给钱了呀 怎么办 扶持一个新的假想敌 谁呀?俄罗斯 就把俄罗斯作为一个假想敌啊 然后呢,北约就继续通过 人们的记忆都是短视的 人们只看眼前的事情 今天出现什么群体事件 三年之后又来了一个某某嫖娼 某某被抓 又某某习近平或者说是得病了 大家又忘了 之前许多事情都忘了 你看今天咱们聊这些信息吗 这些历史信息吗 当初承诺的不通过 不通过不通过 现在都通过到乌克兰去了 谁不守信用 谁背信弃义 你光说这个领土扩张 不领土扩张 谁在领土扩张啊 你可以把北约当成是一个 这个这个一个 也是一个松散的 帮连制国家吧 类似于 那么这么一个北约这个国家 它是不是一直在扩张啊 那么为 那么之前这几十年 俄罗斯扩张了吗 俄罗斯啊 在克里米亚地区啊 刚刚是给乌克兰后来克里米亚啊 投票又回到了俄罗斯 啊 其他的 没有发生对外战争吧 其他的也没有去 占领其他国家的领土吧 苏联结体之后 苏联结 苏联那是苏联 之前那是之前 之前苏联那是一个共产主义的苏联 但是俄罗斯人自己推翻了苏联呀 推翻了自己的这个苏联之后啊 分散啊 独联体啊 华约组织这么多国家 从这个国家上来说 俄罗斯他没有正统扩张啊 反而 北约一直在东东扩呀 反而欧盟最近这些年也在 逐步的西纳成员国呀 是谁在扩张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 北约 这个游戏要继续找敌人玩下去 干嘛呀 这就是衙门 衙门 我用这个衙门这个词 大家应该 想想啊 中国啊 晚清时期 晚清时期 我想到了袁世凯的这个宪政改革啊 那个时候呢 袁世凯是接受了慈禧的这个委托啊 要把中国走向宪政 搞君主立宪制啊 但是要搞现在中国 什么现代的什么邮局啊 警察局啊 什么司法局啊 什么什么 什么这些什么之类的 很多现代的部门 但是之前的一些衙门怎么办 袁世凯人家高明 就是原来的衙门还留着 每个月继续啊 对基础的俸禄养着 啊 养你们到死吗 你们这些衙门 有一天的俸禄可拿 你们就不会反对我去变法革新 这是袁世凯两手说 而且袁世凯他也他也能搞钱呢 是吧 这个衙门就是养闲人的 这个衙门就是赚钱的 就是给人吃饭的 北约呢 也是一个衙门 他不能解散呢 解散了这么多人没饭吃了呀 解散了这么多人没钱捞了呀 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北约存在的门里是干嘛的呀 你就明白了啊 知道冲突 知道矛盾 然后自己再扮演救世准来解决 解决问题 解决冲突 解决矛盾 同时呢 在大举的收购各个战乱国家的优质财产 优质国有资产 公路了 矿山了 这个是各种各样的牧场了 土地了 等等啊 这是大家需要去想明白的事情啊 对于俄罗斯乌东啊 可以从三个角度去思考 你往近了说 那就是思考这个顿巴夫内战 八年内战 死了一万多人 老弱啊 除了当兵的死亡 平民死亡 老人孩子死亡 一万多人 一万四千多人吧 好像是 这是往近了说 稍微远一点呢 就看这个普京时代啊 普京当初是接过了叶利钦的班子啊 叶利钦觉得普京这个人啊 有胆识 有担当啊 就是担当生前事啊 不管身后评 就是死后人家怎么评论 不管生前的事情担当起来 是吧 普京说 普京对叶利钦说 我把你的政敌 我的老师我给放了 现在我来担当 你来惩罚我吧 叶利钦说 你这孩子有担当 我得提拔你 俄罗斯交给你 我放心 是一个忠诚的人 忠于俄罗斯的人 普京上台之后呢 不止一副的试图跟美国修复关系啊 但是一个个把普京耍了团团团团呢 啊 后来发现 我靠 北约 俄罗斯说 我们也加入北约吧 我们一块守护地球和平吧 这是普京的原来原话呀 我们一块守护地球和平吧 现在美国总统笑了 小伙子太年轻 那时候普京还年轻吗 小伙子太年轻 北约就是针对你俄罗斯的 我靠 普京发现自己被耍了 玩自己的 搞自己的经济啊 现在俄罗斯咱们物价是很便宜的呀 啊 这是往近了 往稍微远一点说 你就是看普京时代 你再往远一点说呢 那就是看 戈尔巴乔夫时代 咱们就刚刚给大家看了嘛 以前就是在解体之前就说了 北约不带东扩了啊 现在呢 东扩到乌克兰去了 你说这个世界大战 呵呵呵 还还还远吗 我昨天我做节目说 我买那个白萝卜啊 一块钱一个 我靠 然后呢 别人马上发了个图 我就破防了嘛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嘛 就是关于那个什么 稍微稍微等个几秒啊 关于物价不物价的问题啊 哦 这里找到了 我说物价啊 人家就对比啊 不好意思啊 用对比一下来上下老黑 这是10公斤一包 价格是几十泰铢 这 白萝卜啊 这一包多少啊 比我那得多了咱们十几倍吧 几十泰铢 几十泰铢啊 然后呢 这是土豆啊 这一包土豆够吃他妈的 半个月的 几十泰铢 就几块钱人民币吧 几块钱人民币 哦 几块钱人民币啊 就是说我昨天我买那个白萝卜啊 比比泰国贵了几十倍 什么呀 问题看本质啊 你不要站在道德制高点 就喊什么正义啊 民主啊 自由啊 你就看一看过去这几年你的生活 改变多少 然后你再跟这个现实联系起来 现象联系起来 你能打通这层因果关系 你也算是能够独立思考了 好吧 那各位观众 就先说这么多吧